阿尔法小队突然接到一个可怕的任务 远处的云层中仿佛有什么恐怖生物正在蠢蠢欲动 所有人摒弃凝神无比紧张 只见下一秒从天上就落下无数个绿色圆球 仿佛挑衅般的悬停在众人眼前 换因为落从空中就赫然出现一只百米大蜈蚣 士兵健壮连忙对气不断酷吃 被击中的蜈蚣却开始迅速分裂 等士兵意识到不对劲早就为时已晚 眼看局面瞬间向着怪兽不断倾斜 强哥二话不说连忙上前加入战斗 在精准的扫射打击下 蜈蚣怪一个接一个的原地去世 此刻的男人就如同神兵天降一般 仅仅只是一根烟的功夫 就将怪兽悉数消灭 可正当强哥跳下蘑菇返回基地 打算让众人撤离此处时 所有蘑菇却突然发生变异 强哥顿感不妙连忙让机友一同加入战斗 在炮火的精准打击下 发狂的怪兽开始逐一败下阵来 而面对着袭来的恐怖生物 士兵却被吓得目瞪狗呆 而强哥两人不仅越打越嗨 还在战役中不断刷新着自己的分数记录 可紧接着一只蜈蜈蚣怪 却突然发难向着街道及时而去 强哥见状立马紧随其后 眼看蜈蚣怪一路火花带闪电 侵入居民楼后一跃而下打算逃出升天 危急时刻好在强哥及时出现 这才将其送入地狱 事后由于两人的精彩表现 总统随即便认命他们为第一先锋 以后专门处理这样的紧急状况 可就在打怪小队才刚组建完毕 控制室就突然传来紧急状况 几人不敢迟疑立马赶到现场 然后强哥就瞬间发现诡异的一幕 只见一头硕大的糖豆人正在街上不断酷吃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 他就迈着30马赫的速度来到了几人眼前 老金健壮也立马下车 可正当他打算利用言语来感化怪兽时 不等几人反应过来 怪兽却突然转身逃去 几人不敢迟疑立马驱车前去追赶 然而面对着怪兽谁碰谁狗袋的设定 长毛却表示丝毫不慌 为了能解决掉这只大麻烦 几人随即便兵分三路打算将其堵截消灭 而毫不知情的怪兽却依旧在不断酷吃 丝毫没注意到自己已经陷入困境 接着在长毛猝不及防的偷袭之下 怪兽终于被成功消灭 而后几人打算乘胜追击 正准备对第二头下手时 不料却被怪兽吃下了无敌装置 几人健壮连忙倒车开始逃命 可面对着发疯袭来的怪兽 很快小胖的爱车就被吞掉半截 好在危急时刻他连忙跳下汽车 这才成功保下狗命 然而上头的怪兽却并未打算放过男人 转头就直逼而来 眼看小胖即将隐恨西北 千军一发之际好在队友及时赶到 这才将其成功消灭 可不等两人休息片刻 随着一声机械音的提示 怪兽就再度出现 两人不敢迟疑立马上前追赶 然而面对着这只机智的怪兽 长矛最终却无奈下线 而根据雷达显示 此时还有最后一只怪兽尚未解决 倘若小帅没能顺利完成任务 那世界终将毁于一旦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即将发生 没等强哥反应过来 眼前的怪兽就成功吞下了无敌装置 看着上头的怪兽已然袭来 男人随即立马到车落荒而逃 然而面对着眼前这头无敌的存在 强哥却丝毫不慌地 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在无敌状态结束的瞬间 成功消灭掉了怪兽 这一出惊为天人的操作 让人由衷地佩服 而将此次危机成功解除掉的小帅 也自然成为了全民心中的英雄 但属于这只小队的冒险之旅 未来还将继续地谱写下去